各位前面大家好 那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我們目前改良廠還在推動的 入力有基金居度的一些 活動的一個推廣部分 然後其實現在就是說 會黏在推動的第三屆的影響部分 我們希望說 未來可以在入力有基金居度的部分 可以調整的方法來努力 那因為我自己調整在台北京改良廠之前 自己是對社區的工作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今天有在相處的路段中 可以做成這樣幾個活動 那接下來我想說 想大家是不是想看漫畫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還蠻喜歡看漫畫 從小看到了 那這本漫畫其實是 蠻值得推薦大家去看的 就是說 可是現在可能很多漫畫經驗出不到了 這本家就是在差不多20年前 其實是王偉來好這個作家畫的 他同時也畫了一號數叫下子的酒 大家有聽過嗎 他是講一個清酒的釀燒 比如說 日本他們在這個清酒釀燒藥技術上面 他們去追求那個提示 然後這本家的部分 他是講的是在那個 其實他是一個真實的事件 是真實的一個故事 他改編的 那他其實是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日本其實是積極想要去復興他的經濟 所以他就一直把那個農業市 為一個落後跟貧窮一個向著 所以當初他們在1966年的時候 日本政府就決定在這個東北 就是東京的東北方 這個千葉線的成田市的3D級 這個地方要興建成田機場 我想很多人如果早期去日本玩的話 都會在成田機場降落 這個成田機場 其實他興建的過程是非常艱辛的 日本政府其實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去興建它 那花了很長時間去蓋這個機場 那他其實要蓋這個機場 他就是這個 其實是3D級的地方 原本是日本天皇他的育料的牧場 就是說他要去這個養牛 還有這個主要的牧場的地方 所以除了這個牧場之外 他還要徵收周邊五百棵左右的一個土地 那其實這裡面的農民很多都是市聚在這邊的 或者說有些是因為從沖繩離墾到這邊 所以他就是去開墾這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艱辛的一個過程 去開墾這個地方 然後甚至有些是從戰後 從東北 中國東北之後 推行到這個地方來開墾 所以其實農民他在這個地方的開墾 其實是有些他的歷史跟遠遠的背景在這裡 而政府也有一個很充足的溝通 或沖繩離的配套設施之下 他們就是 激起的想要去做一個這樣大面積的土地開墾 所以當地的農民就非常的反對 而且是 事實 然後去 就是對他們來失守家園 其實這個 他們也持續了39年了 這時間 那日本政府其實也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所以後續大家看日本其實在那個大阪的關係機場 是那個明湖的中部機場 他其實興建的時候 他就已經不再用地震的方式 他是用天台照的方式 他直接是延伸到海平面上面去興建這個機場 那這部分這個歷史事件 其實他引以為界的 其實台灣還是在幾年前 在苗葉同樣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個其實是非常不值得舉的一件事情 那這裡面他的故事的一個主人 他是從一個小男孩開始 他是一個國小五年級的一個小朋友 作為一個故事的一個主角的背景 那他就是跟他們這個村子裡的一個大學人 然後準備要念完大學之後回鄉 那他本來就是已經很習慣這樣一個生活的環境跟場域 他就不覺得說 欸家裡面是開土地 對他有什麼的價值 可是一旦這個地方要被徵收的時候 他就開始失説說 欸這個 你看我們的村子我們的家 這個田地消失了 所以一向被放在野裡的脈頭或是落花生脈 他突然就變得中藥氣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大家要去反思說 其實如果有一天 這個要徵收你家的土地的時候 你會怎麼去看待他 就是說其實人跟土地間的聯結的關係是非常深厚的 尤其是農民 那他這邊就是其中 因為他這時候問的當中 政府曾經有說 他不再去做大規模的一個破壞的動作 就是很突然的 去拆這個老婆的一個家 然後這個小孩子就在回想說 這個地方這個老婆 他已經住在這邊好久的時間了 只是說 他其實 他疲憊的時候 他就會在這邊煮黑衣 然後想做一個很廢的晚餐 那每天都休息得到 我可以去洗衣服洗澡 然後晚上之前 睡覺之前就喝一杯小酒 就讓你來入水 所以突然之間 那家就被拆了 所以我想這個 就是大家非常熱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 政府在做這些所謂的土地爭受的困難 你需要釋放到人民 他在這裡面說 一些生活的背景 那這個背景 其實他是在講 在1971年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抗爭事件裡面 有一個非常大的事件 叫東石制服事件 其實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一本搜尋一下 當中有一個日本有名的記錄片 的大事叫小川身界 他其實就把這個 當初他就在入住了好幾個時間 把它拍成一系列的紀錄片 那這是一個東石制服事件 在1971年的時候發生的 就是他們政府已經強制要徵收這些土地了 所以他派了很多大型的集聚到這個村子裡面 然後也是村子裡面去死守這個地方 然後有兩個人 就是在這個松樹下面 松樹的上面 他就蓋了一個木屋 他就不讓這些人去砍它 那這裡面他就傳來一首歌 這首歌我曉得大家聽過 那這首歌是日本的 所有人都聽過的 就是小朋友 他從日本的文物寺 他一定在他們的國小的課綱裡面 那這首歌 這首歌叫互相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這個首歌 他就爬上去 他們就 兩個人家就爬到上面去 其實這個歌詞其實 就在講 就說 這個追逐野兔的山野 這個沉船垂吊的溪流 是我午夜夢魂也無妨忘記的故鄉 慈愛的父母 這是過得如何 一通熙熙的自由 是否一切無恙 無論風怎麼吹雨怎麼下 我永遠懷念你的故鄉 希望能有日能以井凡鄉 回到我那清脆山寧的故鄉 清澈洗水的故鄉 我愛的父母 忘記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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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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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說 最近對您來講 因為大家都問 那最近農村對你的價值是什麼 那 這個部分我覺得蠻值得思索的 就是說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會覺得 因為農村可能跟都市是一個對照 就是說我們農村只是單純的提供糧食 給都市人去 都市人生活的一個所需 可是農村就是這樣子嘛 那其實它裡面 農村裡面很重要的資產 最念念是什麼 其實我自己的觀察我覺得最重要應該是的人 就是說其實大家生活在這邊 都會有一些共同的記憶跟回憶 不管是跟你的家人或是說跟你的親戚好友 那甚至你跟大自在生活當中的所有的一切跟點點的利益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這個右手邊是德國的一個學者 其實他就提到說 其實農村的發展變形應該是有幾個大的面向 就是說你除了生產之外 就是說我們傳統的生產之外 其實還包含了所謂的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這些架在這裡面 當然我們要把一個農村建的好的話 當然是不是越來越好的一個空洋設施跟居住的給比例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以這個部分來是想說 這個也可以大家帶回去思考看看 就是說最近大家會覺得說 你所深處的這個環境 這個農村對你來講 它的價值在哪裡 那所以其實法國的前總理 其實也曾經講到說 當農村不再呼吸的時候 都市也將會自行 其實農村跟鄉村其實是非常吸引的想法 現在政府的很多措施它是 比如說工業區的開發 或者說工業區的用水 它第一想到就是從農地 農地的價格便宜 所以它都會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取得它的開發的需要 可是這樣的經濟的步驟開發 其實對於整體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和反思 那所以李三倡議 其實剛剛成都副作所說的 其實它就是在做一個思考 就是說其實我們這個農村發展的經濟 跟農村的發展就是一個 所謂的農業的生產行為 其實它跟生態是一個衝突 這個必須要做人來思考 所以李三倡議員是希望說 怎麼把這個農村基有的資源 能夠活化 然後把這個所謂的生活生產生態 這個部分可以融合在一起 那所以我想剛剛很多人有舉手說 他大概有聽過李三 那也很多人沒有聽過李三 那這個是其實日本聯合國 他們就是在李三倡議裡面 蠻主要的一張圖 就是說 這個是在講李三的一個概念 跟它的一個特徵 它其實就是在一個所謂的淺山的一個地帶 那其實這樣的第一景環境 其實跟花蓮其實是非常相近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山 跟山之間的一個淺山的地帶 那這裡面有所謂的生產的一個經濟 生產的範圍 那可能是有稻田 然後甚至有些畜牧的養殖在這邊 然後可能是有一些居住的地方 甚至有神社 就在這邊的一個環境 所以它其實是融合了一個非常 非常豐富的一個所謂的生產 生活 跟社會生態 這樣一個多重的地域 那當然李三倡議裡面 講到的不只是只有 單純的講到山 它其實也講到海 所以剛剛副作也特別提到說 我們在新社這個部落裡面 在推動這個李海的一些 就是山物交代的 就是一個調查的部分 那這個李海的概念也是 也是從這個所謂的李三 就是李三的部分 李三 然後川 然後林 從山林的部分 林 然後以川 到海 然後加一個串連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這個海的部分的話 其實日本他們在談這個林海 是以日本的代工內海 做一個主要的 他們想要論述的一個背景 那其實他們 日本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自己是一個海洋國家 所以他們對這個海的重視程度 也是非常的嚴謹 所以他們也做了很多的調查 所以李三倡議他們的願景方法 它也是有定了一些所謂的 關鍵的行動的面向 那其實最主要的願景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達到 跟自然的和諧共生 所以 其實李三本身 它不講有機農業 它講的是一個 就是說 人怎麼在這個 所謂的自然的環境裡面的取用 是能夠取得一個 承載力跟回復力 能夠平衡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演資源就要控制到說 你不會對這個土地做過度的一個破壞 跟傷害 那再來就是說 你能夠循環地使用這個自然資源 而且 我們能夠認識在地的傳統化跟價值的重要性 並且我們能夠利用這個多元權益的關係的人 來參與和諸來共同來管理自然的資源 所以剛剛副作的演講裡面 特別提到那個關係權益的那張圖 所以我們在新社領海部分 也是希望能夠建構這樣一個多元權益關係的部分 來共同推動這個所謂的資源的管理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透過這個理自然 來貢獻在地的社會經濟的成長 以及在這個所謂的 現在氣候變遷的議題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怎麼透過這個生態系統的方法 來增進這個社區的認識 就是說 我們提升社區 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對這個生態 社會跟文化的部分 來制度的減緩這個氣候變遷事務 所造成的一些衝擊 所以這個是他們當初在提的部分就是說 其實這個都市跟鄉村地區 其實是有一些觀點型 這個觀點型的話 我們要舉在一個平衡的位置 是一個整合而且部會的一個位置 就是說 鄉村不是單純的只是提供 糧食的生產品的都市 而是說鄉村應該跟都市是同的地位 那這個部分可能是 但是我們政府還有一代努力的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國發會 裡面有一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然後甚至是國土的一個 上位的政策以外的計畫 可是它本身並沒有把 鄉村的位置 是大家的故事也很重要 然後反觀就是說 德國或是歐美 其實歐洲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重視鄉村的 這個生態的一個環境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目前 台灣也加入 就是像我們改革產也加入 這個IPSI這個國際抵衫的 一個夥伴的關係網路 所以我們也希望 能夠推動一個台灣的抵衫倡議 然後把我們台灣現在也有 這幾個加入的夥伴 能夠做一些共同性的努力 所以日本他們在評估 這個日本的抵衫抵衫的時候 其實就提到一些 說究竟未來的這個抵衫抵衫 會朝什麼方向向發展 其實這個也是作為說 我們未來富力爾基劇 都在推動的時候 或說我們在推動這個 這個抵衫抵衫的這個 倡議的策略的時候 其實要去思考 其實日本其實他們 就已經有做了一些檢討 這個是日本的 抵衫抵衫抵衫 它都提出了一個幾個方案 你說其實現在 影響這些林山地海地景 包含高齡化跟少子化的一個趨勢 以及國家對這個氣候變遷的一個反應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同時去思考 所以他們有兩個大不確定 就是說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路徑 跟人類對這個林山地海的一個策略 所以他們都提了所謂的 所謂的全球化跟在地化的 以及說人為的一個行動的部分 是以自然導向或技術導向 其實這部分 我們現在也是有看向著思考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 其實在一個 最近我們現在朝向農業的推動方向 是要朝向全球化還是在地化的一個發展 那最近我們是要採取的是一個 自然導向的一個發展 還是技術導向的發展 那這個部分就是可以值得去思考 其實當初他們都發展了四個面向的一個探討 所以我先從那個所謂的 全球化跟自然導向的發展的部分來看 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在一個全球化跟自然導向的部分 希望說能夠 他是比較一個地球環境勢力的社會來思考 所以他會很多的外國人來參與這個 懂事的一個過程 然後會希望透過一個國際的參與 來促進這個所謂的城鄉之間交流 而且是有一些人口的也都會有流動的部分 所以他會比較關注在於說教育 社會安全跟自然環境的發展 同時他會以友善環境的來設計 跟重視在地跟傳統的知識 可是另外一個是這個已經是一個 所謂的全球化跟技術發展的導向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植物工廠 這樣植物工廠的一個發展 其實他就是比較好像一個全球化跟技術導向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模式 大家可以聞到其實這張圖裡面所呈現出來就是 大家就是在這個植物工廠裡面去生產所謂的農產品 甚至用一個工業化的一個製作的流程來生產農產品 可是他相對的就是缺少於說人的這個在這裡面 人的情感在這裡面 那所以他會比較仰臺一個技術的進步 在一個高科技的生態系統的管理發展 創造這個工程跟人工的一個生態系統 所以他重視的效率 所以會導致一些人為的環境在取代自然環境的變形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現在台灣也是在推動植物工廠的部分的研究 可是他並不是推動非常的順利跟成功 那主要是在台北的都會區域為主 那這個另外是一個所謂的地域自立型的一個技術社會 他比較強調就是技術導向是以在地為主 所以他也是會比較 就是人口都是集中在大都市 然後變成說鄉村變成單純的是一個生產的環境 可是他是像比如說這些的餘溫 他就是用一個比較用IC 就是說用ICT產業去控制它 所以他是一個去... 不是定制運用 就是說比如我們現在講的這些 一些所謂的技術 就是用網路啊 系統啊去控制這些生產環境 或者說甚至用一些監測的系統 所以ICT比較講的是說 所謂的電磁化的系統 比如說現在我們又在講那個所謂的... 有一個名詞我現在突然忘記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一個遠端的監測 比如說我在台北... 不是視察環境 就是我在台北以前還有一個監測中心 然後我設置在花蓮 有設置一些監測的測試點 就是感測點 然後這些感測點它就去補充 比如說我們現在可能有一些重 開始在發生的 一般來講我們可能要到現場去 才製造說這些病毒害發生的 那你等到要去防治的時候 那個病毒害的量很進行過程 可是它可以做遠端的遙控的方式 比如說我在台北 那我就可以抓到幾隻蟲的監測的時候 我就預計說這些蟲可能開始要大爆發了 我就可以即時的告知農用 可能用簡訊的方式 然後大家就會收到那個系統 有一個訊息說 現在什麼特飛式就開始要大爆發了 然後我們好像要做防治的動作 所以你的噴藥的量 會比之前傳統的用量 會減少十分之一 就是說它是用ICT的方式來應用的 那這是一個可能比較正向的一個方式 的一個ICT 那這個部分它會比較講的是一個 所謂的去中心化的一個構想 就是說比如說它這個魚汶的生產 它就是用一個機器人去做一個感測性的動作 就是說我可能在大都市裡面 我就可以去控制這個農村的一個生產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想要推動的 就是說我們比較朝向的是 希望以在地化跟自然技術導向為主的一個 所謂的里山地海的一個復興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要去反省這個都市發展的一個邏輯 我們要去重視相處 從此我們也必須要採取是一個綠色經濟的政策成長 所以我們是希望是以社區為發展的基礎 並且採用一個是比較環境友善的設計 並且重視傳統跟在地的知識 所以以發展綠色經濟強調食材是在地的產業 來維護國家的一個糧食的成長 所以我不曉得大家之前有沒有看過一部日本的連續劇 叫《小孩女》 有人有看過嗎 其實《小孩女》講的就是一個泥海的地結 就是說 其實他們就會強調說 欸我 什麼時候才能突破這個海膽 而且它是有定時和定量的 就是說你只能採用多少的量 你不能夠多的取用 那這個部分是他們強調這個泥海的一個復興的部分 然後這個複利有機對我主要的部分就是 剛剛我們剛才特別提到 這個就是已經推動了好幾年 從1994年就開始在羅山有機村 在推動這個有機技術的一個建設的部分 然後也朝向一個有機產業的規劃 有機村的發展 而且有機群的發展 那這個群聚的部分的話 就包含就是複利鄉的這個五個村 所以我們當初是以羅山村做一個核心 然後周邊五個村 希望能夠達到一個所謂的群聚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效果 那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過這幾個村 可能或許有些夥伴是來自於這個地方 其實這裡面的地景其實就很符合我 剛剛提到這個日本遺山的地景環境 其實我們在這個所謂海岸山脈跟中央山脈的中間 那其實就是有很多這樣的地景環境 像這個是竹田村 那下面這邊就是竹田的一米廟 這是竹田國小 那這個山大家知道什麼山嗎 這個山就是 這個山就是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喔 對 這個山應該大概會常常上去的 六十丹山 這上面就是六十丹山 那所以這邊竹田村還有很大面積的一個生產的環境 在這裡面 那另外這個就是石牌村 那這個下面石牌村前面這條是台九線的公路 那另外這個就是羅山村 那另外這個就是羅山村 這是我們最好在推羅山村的部分 那右手邊這個是羅山村的那個路營區 那在這邊基本上都是一個生產的環境 然後遠端這邊有一個瀑布 大家要看得清楚 就是羅山村 那其實羅山村這邊再拉近一點 就是其實就是右邊這張圖 就是大自在體驗農家 大家如果有去過的話就是 就是零火山豆腐 就是林韻之林先生林伯伯好 這邊就是羅山瀑布 他在這個羅山瀑布的正下方的位置 那這邊大概就是他的有機 就是花蓮一套的網鬥的一個 比較的栽種的一個面積跟範圍 那這邊大概就是他們家 就是在做那個零火山豆腐的體驗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就希望說這個未來 在推動這個福利有機居度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可以朝這個零三 昌葉之亮的一個精神去推動 那像這邊就是永鴻村 那永鴻村這邊就是那個 之前忠宇恩有辦一個所謂的五道秋神 其實就是在這一片草地上 在那些草地上辦的 那這邊就是我們台二十三線 進去一直往蜂南的路上 那這邊就是台二十三線 一進去這邊的話 這邊就是那個鴨米爺莊 跟那個商店 商店大概就在這邊 那這邊就是我們吉拉米爺的部落 其實這邊就是美人山 進來這邊就是小天翔的地方 那這個小天翔 這個山的後方 這後方就是我們吉拉哈愛這個部落 那稍後那個李光宗老師也會提到這個吉拉哈愛 因為光宗老師在這邊也投入了很長時間 這幾年時間在這邊的 就是李山昌營的一個推動 做復興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剛配偶的一個人偉 葉倫文葉先生他去拍的 他跟那個婦里農會一起去拍的 那我們就希望說能夠未來 婦里有吉樂活巨多的推動的部分 可以朝這個方向來發展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的發展的話 還是比較是以就是生產技術 因為我們改良廠是以生產輔導為主 可是就是說 可是現在就是說很多在傳統的思維 像是以經濟和操作所段 來做為發展的一個政策 可是他沒有辦法有效去提升農民的所為 而且他對於農村的文化跟生態景觀的分野造成一些衝突 甚至會導致農村居民的品質的一個逐漸的獵荒 所以其實我們在推到裡面的時候 我們在思考說 究竟我們要營造的是一個都市人的儀善 還是婦里人的儀善 我不曉得他能不能理解這句話意思 就是說其實我們常常在發展光光的過程當中 常常是會以都市人的需求為做一個思維導向 來做一些開發的行為 甚至像不久前我又聽 縣府的長官就提到說 他想要把六十三山的馬路再拖換 更大 就是因為 游客會塞車 然後希望把路變得更大 然後讓游客更方便上去 可是他是值得的 就是說因為其實我們上六十三山 大家如果上來過都知道說 其實他的地質環境其實是蠻敏感的 就是有些風扇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只為了一個月或一個半夜的時間 然後去改調很大的路方便能上去 是這樣的一個思維方法 還是說我們可以反規來思考說 我們是以當地人的生活的品質的提升為主要 而讓一些游客他可能在比如說土田村 游海車就停在那邊 他就用小巴士的方式接駁到山上去 我們可以做深度的一些生態的一個體驗 或環境的教育 讓他們在這個山上停的時間更久 而不是說他只是上去拍個照就下來 這樣的單點式的一個有成的方式 我覺得這是值得思考 所以我們希望說未來的推動方向是 可以朝一個運載生態環境 跟形塑生活價值的方向來努力 那當然這部分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個多元權益的參與 來共同管理這個自然資源 來落實這個所謂剛剛提到的生產生活生態 這個三面向的一個發展 所以像日本的古川丁 大家有沒有聽過古川丁這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之前在推動這個社區運營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會特別提到古川丁這個案例 那古川丁他們當地人就有特別提說 古川丁為什麼那麼有名 可是他不是因為為了觀光客 而讓他變得那麼好的一個生活環境 可是他為了讓在地人能夠在這個地方 生活的舒適而且有尊嚴的方式來生活 所以他們才把他們環境變得那麼好 可是因為他把自己的環境變得好之後 就很多人想要來參觀 所以他就帶動到他們地方的經濟的發展 那這個是一個不同的思維的方向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可以朝這個所謂的六個關鍵的行動 來發展 就剛剛我們提到那個李三昌野有幾個關鍵行動面向 有六個行動面向 我們就希望說 祖田村可以先從這個環境的承載地 跟回復地的部分來先 優先來推動 因為目前祖田村它的有機率的 推動的面積不是那麼大 所以我們希望說 因為你農藥的適用的部分 不是不可以用 自己必須要能夠適度的去適用 而且讓這個土地能夠迅速的回復 不是大家耗急 那另外樓山村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多一點的關係權益來參與 來維護這個自然的生態 它可能要加強一些環境教育的部分 另外石牌村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在地的一個傳統公共犯牆 因為石牌 大家知道說 它其實是之前有個非難遺址 史前遺址在那邊 這些史前遺址對當地其實是有些歷史的意義 雖然後來有很多的閩南 或是客家人到這邊居住 甚至有些越南就是新移民的部分在這邊 其實它也不需要回憶著這個在地的傳統知識的部分 那另外永豐村的部分就剛剛提到那個 中宇人正面辦那個所謂的古道區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 它可以朝鮮一個循環的自然的使用 而且能夠去提升在地的經濟跟社會的成長 那豐南村的話 就剛剛講那個吉拉哈 其實是吉拉米 其實之前那個光光老師這邊 這幾個面向的推動其實是著力很多的 那我們會比較建議是希望說 未來它可以朝一個比較生態系統的方式 來強調這個所謂的 加強這個社區的任性 來面對這個氣候變遷的問題 那下午的話 那個 就是方韻如 方老師會來 會講一個共調水梯田的經驗 那這個共調水梯田 之前我們有跟客長去參觀過 之前林務局有辦一個活動 那這個共調水梯田的部分的話 其實他們其實 在就是新北市 他們辦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說他們的確通過一個環境學習的一個過程 然後把所謂的理山的知識也深化在這裡面 他們談到幾個面向 就是所謂的生態系統服務 環境的智慧和環境的行動 這幾個面向 那環境的行動部分就是怎麼把 理山倉議啊 或者說生活多樣性啊 這樣的一個 食農教育這樣的東西 落實到這個行動的方向裡面 那環境的智慧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結合傳統的知識的部分 那生態系統服務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維持當地 既有的這個生態的一個環境 那 那接下來我會希望說 自己在這個所謂的 富利有基居物 這個村裡面 我們可以朝幾個方向來推動 就是從這個 不管是地方政府 跟相關的地方的組織的單位啊 這裡面可能 有花蓮縣政府 副理箱公所 像我們改良產 水包區 或者說 林務局啊 農糧署 或是交付工房局 那這根本的組織 然後政府能夠 來朝這個 李山的部分 來共同的努力來推動 那當然 這樣的話 我們就去結合這個 所謂的 社區居民 能夠有些在地知識的一個交流 再來告訴我們 我們要怎麼去做 然後怎麼去提升 幫助社區居民 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再者的話 我們有一些社區組織的推動 必須能夠扎個在地方 那當然 我們更希望是能夠 得到消費者的認同跟支持 然後來消費我們 是在地的農產品 那另外 就是想要提的是說 那究竟什麼是 富力 就是有機具有的一個生活價值 其實有機生活的價值 我是建議會比較像一個所謂的 產業文化的發展來 擔鬥化產業的發展 就是說 其實這裡面 比較強調說 所謂的 產業文化是一個 在地的傳統的文化的知識 跟智慧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需要是由在地居民來加以 討論 形成共識 是大家所認同的公約書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我們要避免 落入像八言區 大家知道那個八言的狀況 那其實八言 其實他一開始的推動的時候 他沒有得到 所有的土地所有權能的 最大的公約書 那當然 當時推動過的 總是 大概他們只有找了少數幾個人 在做一些推動的溝通 那初期的話 因為其他的土地所有權能 他也不以為意 所以他們會 不知道會有那麼大的迴響 會造成那麼大的影響 所以他們 後續的反而就變得很大 所以這個必須要 有一個所謂的溝通過程 那 怎麼去推動這個文化展驗的部分呢 就是說 比較慘 那是一個展驗的面向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 是以在地居民為主體 然後也不是以消費者跟遊客為主 來導向了一個所謂的 綠色羽遊 跟農事體驗 跟慢行慢禍的部分 那 最後 希望說行錯這個有機居遊 是能夠 在這個所謂的 休閒觀光 藝術創作 跟所謂的 在地五化元素的 這個概念 來內化村民的 在這個生活之中 因為 我們還是 透過一些 所謂的 溝通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了解說 我們怎麼去行錯這樣的一個生活的價值 所以也希望說 這個能夠融入跟內化到社區居民裡面 希望說能夠來到有機居遊的感受到 就是說 觸目所及就是美的感受 然後從而所聞就是大自然的樂章 然後 聞到的就是一個田野氣息 所吃的就是有機的災地食材 那接觸的就是 這是天然無福丹的一個材質 那所以這個 輕鬆無牙利的環境場域 就從這個十一住行樂口開始 那 所以我後面的結語是提到說 無論是六極化產業或第三餐 也都是一個方向工具 那沿途的風景固然美麗 但它不是旅途的弟弟 那最重要的還是說 社區居民要能夠找到自己家鄉發展的一個契機 而且是足以安生利命的一個產業的模式 是一個要具有充滿自信的尊嚴的農村生活的模式 那 最後我一個小小的補充 那 這個是 日本最近蠻有名的一個社區規劃師 叫 以三奇亮 那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那 那他前陣子有來台灣 他其實現在在日本 他推動了很多的發展 就是說他自己本身是京都造型藝術大學的教授 他本身也是有成立一個工作室 他覺得說互相才是第一線 我們要營造的是 比起一百萬人只來一次 不如讓一萬人造訪一百次 就是說 你這個地方的營造 你會要是希望能夠讓這些遊客來到之後 一直會想要再回來的地方 而不是說他來一次之後 他就不想要再來 所以 其中這個社區的設計 一定是要從 在這裏居民自己私所起 然後 起身行動 必須知道自己的地域的優點 然後再來 從全世界 或是說 從我們國內愛你感思 所以 所以 這個鄉村營造 要成功的重點是在於溝通 其實溝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 畢竟每個人生活在這個場域裡面 畢竟大家 都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我們家人之間 彼此都是需要溝通 甚至 我們是跟村子裡面其他的 所以 這個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的 溝通的 互動的過程 所以 這裡面有特別提到說 我們要重視的是感性 不是只是理性的協議 然後 而且 必須要讓社區能夠 致死其理 然後 第三個不要就是說 要去佛定別人的意見 不要搞小媒體 等等 那這個是最後希望說 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以上 今天報告 謝謝大家 那有三分鐘的時間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提問 那個羅三之歌 我可以講深入一點 是 這個是幾個文字看不懂 羅三之歌 您說 助盡多元權利關於人的參與 和合作的管理 自然之餘 有這部分嗎 就是 六個關鍵行動建議 六個關鍵號這個部分是 對 羅三 這個我是大概 我最近有頭一篇農業推廣會裡面 特別在這個裡面做一些論區 那 像羅三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 現在因為羅三 其實我們 在羅三也投入了很多的資料 也參與了很久的時間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現在羅三比較謙虛的是 在環境教育的部分的強化 像比如說 我們羅三 羅三跟林火山有一個唱絕 其實唱絕是非常珍貴的一個步驟 而且是其他地方少見的 可是 羅三目前來講 並沒有很好地去保護 跟富裕堂 所以我覺得唱絕的一個 就是說 必須要讓羅三 大家能夠共同意識到這個的重要性 因為畢竟 在推動過程中 像下午的 芳芋老師他也會被提 他們在共同意識點的不同的經驗 就是說 他們會找出這個 區域有一些指標性的物種 然後怎麼去來 維護他 其實消費者 或者說光客來 其實他是要看這些東西 就是說 當他知道這個東西的珍貴 跟重要性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覺得 他是有吸引力 他是有賣力 那當然就是 需要透過大家 有這樣的共識去 那再者 我們會覺得說 羅三 用改良廠之前的推動 還是比較一些身材 技術的一個輔導為主 可是在環境交易的部分 的一個調查 這個部分 可能還不是那麼全面 而且不夠的深化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建議說 也是要去進行調查 跟深化這個部分 那再者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周邊的 關係圈圓能拿進來 那這個關係圈圓能 其實就是在 這裡面 其實羅三村這裡面 我們提到這個關係圈圓能 其實我們羅三村的人數 其實並沒有太多 我們大概是有500多的人 就是說在地的軍營的部分 那其實有在地很多的企業 在這邊 比如說銀山也有跟我們 羅三村有些契作 甚至 副理農會也有跟我們 他做一些契作 其實 大概必須有這樣的 相當的共識 來推動這件事情 所以這共識的鄰居其實 還蠻重要的 甚至說我們 有些產銷班 然後在地的這些 社區組織 社區貿易協會 然後一起消費者跟 我們公所啊等等等等 這些 比如說花東政府 我們在羅三村裡 有一個遊客中心 其實遊客中心 他不是單純做 除了導覽解說 他其實應該 能夠融入 我們社區的發展 或是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是大家必須要有 整體的一起的共識 跟領距離 可是我覺得這個 發動跟啟動是誰 我覺得是在地區 就是說 必須由羅三村的居民 他們提出這樣的需求 我們才能去整合這個東西 單純比如說我們想要去推動 去找其他單位 他們不一定會理我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還是要 全民必須要有這個公式 跟領距離 然後這樣 有沒有回答案的問題 那個暢解連指標都不清楚 對啊 我上次去找還找不到 對 今天現在有點少 好 有這個 兩位第十頁裡面 李山上面 為什麼要用李山 自己想要 李山裡面 你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 當初 日本 就是因為 李山這個詞的話 是從日本 引來的 那 其實它就是叫 Sato Yam Sato Yam 然後 李海的話 叫Sato Umi Umi就是海 那 Sato就是 Sato就是禮人醫師 就是一些村禮人醫師 那Yama就是山禮醫師 所以 當初 因為這個主要是日本 他們 由日本開始推動這個 李山創意的部分 然後進入聯合國 然後才在生物部 要去農業 組織裡面 來推動這些事情 所以當初才會定這樣子 電子檔的部分 因為照片的版權 剛剛那個 有關於竹田檢測的部分 的版權 因為是我們跟李毛會的 所以 可能那個照片 比較方便 那其他的這個答案 是OK的 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